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ily City 是94014这个Zip Code 它现在有一个Town House 因为那边地也不多了 而且地价也不便宜 接近九金山 所以它建的都比较小一点 可是这个Town House它的设计比较特殊 它从两个睡房到五个睡房 最多可以到五个睡房 这有点特别 我还没有看过有五个睡房的 这个睡房从二到五相距很大 是 它两个睡房一千两百尺 五个睡房可以建到两千七百尺 两千七百尺 很多Single Family Home都没这么大 是 所以如果说有大家庭的 一个家里有三个小孩子 那这个比较适合了 它的价钱就稍微贵一点了 因为在中半岛的关系 从94万开始 可能要到120万左右了 那它的地点呢 94014是在Daily City的中心 建的地段算是在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Daily City 你说地势比较高 地势比较高 Daily City有高有低 在山坡 那么它是在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在最高的地点 有些单位它可以看到太平洋 因为Daily City另外一边就是Pacifica 就是靠太平洋了 所以那边有这个Ocean View 就是有海景 这些Project有Ocean View吗 有 它有些户数 它也可以看得到太平洋 大的建坪是适合比较大的Family 这个平常很少建的 那么它的地点非常接近九云金山 离280还有Daily City的那个捷运 湾区捷运Bar Station非常近 那都是利多的消息 是 没有错 很方便 它实际上它的地点离军金山的Downtown 只有9个英里而已 然后到军金山机场12个英里 也很方便 距离这个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就是军金山的州立大学 才不到3个Mile 所以如果说有家人 有人是在学校里面念书的 这个就很方便了 然后它旁边有好几个Shopping Center Stones Town Galleria 还有West Lake 还有Saramonte 我以为你不Shopping的 你对那边的Shopping Center 还这么了解 当然我们做行物总是要考虑它的配套 要研究它的配套 刚才您提到2700尺 事实上是2781尺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到的94万到120万里面的120万的 2700尺实际上可能不止120万 120万是2200尺的 我想也是 是 好一个correction 那在Daily City还有别的吗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94015 就在它旁边 Daily City其实不大 那在它旁边刚才是94014 这是94015 在它的稍微往南一点 往南一点 它这个计划比较特殊一点 很像Single House 可是它是连起来 怎么连呢 它是两栋 我知道那种是不是叫做9位 双拼 或者是四户连在一起 两户或者四户连在一起的 那它的建筑方式是两层楼的 就像传统的Single House 一楼是有车库 客厅房间厨房 二楼就是睡房 这是典型一家人可以买 是 这是传统的 像Single House 因为现在地贵了 所以它把它连起来 其实只隔一面墙也足够的privacy 现在没有什么选择了 总共只有25套 它都是四个睡房的设计 那么它的地点是比较接近 Koma的bar station Koma就在Daly City南边一点点 下一站 可是离旧金山也是很近的 只不过多了半个mile而已 它的价钱现在还没有定 大概多少钱 还没有推出来 我想大概也不便宜 总要起家要百万以上 百万以上 for dual的一个unit 是 好 这是适合自己住吗 可以 自己住 或者年轻的家庭 因为它有四个睡房 所以年轻家庭 如果说你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然后你在旧金山工作 坐bar上班 或者开车去 都很近 对 很多人住不起旧金山 旧金山太贵了 对 住在这里的话 周末啦 或者是有很多的activity 进程还是很方便的 是的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 Faster City 再往南走一点 到了Faster City 是94404 Faster City是在Saman Trail旁边 接近92号桥的起端 在西边的 这个我们上次 稍微提到了一下 可是我现在要特别介绍 这个设计呢 是我们以前在南湾 有一个豪华的condo 它是四户一层 一个building没有十二户 总共三层有电梯 还有它自己的garage 什么叫自己的garage呢 就是它不是合起来 不是大家合起来停车的 它的停车的那一层 它把它一间一间隔起来 更安全 做成不同的garage 在三后C吗 那个时候在三后C 北边有一个设计 这个是类似的设计 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 这个是对于有兴趣要退休 想要跟朋友住在一起的人 可以考虑的 退休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社区啊 它的设计是给55岁以上的人 是给senior 想要退休的人 只要household有一个超过55岁 就qualify 是 在我个人的看法 特别适合什么 我们这里经常碰到 有客户或者朋友提到说 我们退休了以后 大家住在一起 常常听到 可以一起吃饭 一起打牌 这样的情况不容易找 要找到合适 single family是不太可能啊 对啊 那么这个情况是很难得 因为它的户数很多 有一百多户 所以有可能 可以说大家合起来 买在同一个building里面 那这什么好处呢 如果说它这个building里面 有足够的朋友 想要合起来买 可以买一层 一层就没有四户嘛 四家可以住在一起 这一层就等于是都是我们自己朋友了 不用跟别人打交道了 那我们就每个星期 星期一星期四 大家人就做饭 人就吃饭嘛 在不同的家里 或者是有一家出去度假 其他三家还帮他照顾猫猫狗狗啊 所以这些你在同一层 你所有的大门都可以打开 大家随时可以开门子了 因为到了那一个阶段 到了那一个年纪 彼此一定非常的相信 也相处过都很好 才会彼此有这个要求 对 而且有互相照顾的需要 所以这个特别适合 那它的设计 建平其实不小 大概从1600尺到2400尺 哇 很大 很舒服 可是它的设计都是只有两个bedroom 或者一个蛋 加上一个蛋 它不需要太多睡房 因为退休的人不需要嘛 甚至于有些人 他的想法 更红状的 他可以说 我们找个12户 12家人合起来 我们把整栋都买下来吧 那这整栋都是我们自己 一群人可以互相协调 或者说一起娱乐的地方嘛 这个就是cohousing的一个concept 想必你心里面已经有这种人 有这种念头了 你才会这么想的 我经常有 因为我跟我一些客户 或者朋友提到说 我现在住的地方 是一个cohousing的 大概两年前 我搬到一个condo里面 它原来的设计 其实就是给这些 想要住在一起的人 合起来住的 那可是这种建筑方式 很不容易找 建商通常他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Why not 因为他要设计很多公共设施 那你的管理费就会高了 那你们的高不高呢 不便宜 这个方式就是说 可以让所有的人 住在里面的人 他的互动非常明显 互相照顾 有他的优点存在 是的 所以这个我是推荐说 如果说你们有四户六户人家 好朋友 想要合起来住在一起 退休了以后 互相照顾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就借着housing的设计 来互相complement自己的需要 因为退休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并且现在退休的人士 年纪也不是很大 身体也很健康 然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以后的日子还长长久久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刚才提到的在 Daily City 然后Faust City 以及在中半岛 加上上一次提到的中半岛的几个 project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请致电Stanley曾 作为一个免费的 一对一的面谈的机会 408-777-8900 408-777-8900 听众朋友 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 稍作休息 休息片刻 马上就回来 您想在湾区 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 曾庆安 Stanley曾 专进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 合作20年 不但熟悉 湾区 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 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 价钱最低的 全新华屋 请速来面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个人退休账户 是延税大本营 先请你薪水收入延税 投资股票也延税 投资房地产和其他 也可以延税吗 请参加 曼妮卡洋 10月15号 星期六上午 举办的延税投资奖座 让你加大投资力度 创造财富 作为有限 请早报名 请到greiclub.com登记 或致电408-823-9780 408-823-9780查询 股市短跑靠技巧 利险获利靠工夫 教我学会快很准 高手名师 佼佼者 百乐金融 Daniel Wu 入行28年 金属股票期货 及货币期货 10月15号 举办股市操作速长班 不是不知道 一是变尖叫 手把手教你看足技巧 准确判断趋势 短时间内 大夫妻生炒股功力 前90分钟离场 报名费退还 作为有限 咨询及报名 请致电415-939-6838 415-939-6838 网坊坊 家英理财免费国语讲座 如何将财富留给子女 而免赴税 10月16日 星期日下午20 于Santa Clara 家英理财办公室 座位有限 务必报名 电话408-839-8596 408-839-8596 或email lily at golily.com 本讲座 从业请勿参加 Foreger Forager 一个崭新的投资机会 及餐饮 娱乐 及地方文化 为一体的综合体 令您耳目一新 找到下一个投资亮点 资深房地产经济 董燕杰 介绍高端 买家的心态 趋势的改变 及本地卖家 该注意的事项 Princess Sarah Studio的Sarah 不但介绍 美上加美的新娘装 更有丈母娘及婆婆的喜艳妆容 请于10月15号 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漫谈 顶级品牌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最完美的钻石 打造出散发极致亮光 闪光火光的美钻 钻石象征恒久爱情 Hearts on Fire 是最佳首选 现在就立临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苗必达 苍心珠宝 欣赏全世界车工最完美的钻石 Hearts on Fire 慧米博士算对了 代表利息就像咯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3.5 20年固定3.25 15年固定2.75 Super Conforming 30年固定3.625 2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875 Super Jungle Loan 7年2 3.0 5年2 2.7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藏费用 Ease算怎么样 贷款做得快又好 谢谢神经梦与笑 请出列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JingerLong.com 查询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曾庆安时间 Stanley您好 周德您好 各位朋友好 我觉得这个co-housing的观念 实在是不错 那既然建筑商已经在南湾 现在在北一点的地方 也有这种想法了 Stanley自己就是住在一个co-housing的project里面 住了两年 想必冷暖自知 觉得不错 才会承认 并且觉得这个概念是不错的 我倒想要问Stanley 这个是一层楼 你刚才说 parking在楼下 那到楼上 到自己的flat 有没有电梯啊 还是要走楼梯的 对 它这个设计 因为它是给退休人用的 所以它有电梯 就是一楼是车库 然后车库出来 一楼是车库 但是不是underground 不是underground 不是在地下 是在一楼 然后每一库有它自己车户 都是封起来的 有自己的 两个garage 两个车的 然后有门的 还有储藏室的 然后出来以后 坐电梯 它一个building 有两个电梯 所以12户里面 share这个两个电梯 电梯上去以后 有点像双拼一样 它到了二楼 或者到了三楼 或者到了四楼 每到一楼 它的电梯 只有两个门 只开两个门 两户 所以非常private 所以这种cohousing 都是四楼的吗 它这个其实不是 专门为cohousing来做的 它只是个设计 而是你说 用起来的话 可以这么做 是因为现在很难找到 cohousing的project 在南湾因为地不好找 这个concept 需要有很有毅力的人 现在在Fremont 有一个group 现在想要这样子建 如果说朋友们 想要知道cohousing 我们怎么讲 这个叫做人民公社了 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了 这个concept 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cohousing.org 这个网站 这是美国全美的 cohousing.org 可是也可以不要吃大锅饭 自己也有自己的厨房 对 每一家都还有自己的厨房 跟一般的condo 是完全一样的 那在Mountainview 现在有一个 是我住的地方 可以到 Mountainviewcohousing.org 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 这一个cohousing的价位了吗 它这个condo for retirement 就是55岁以上的话 它的价位从110万 大概一百万几架左右吧 一百万几架到120万 130万左右都有 看它的有没有view 有location 还有二楼三楼四楼都有差别 好的 生活经济 生活经济非常好 那附近有很多餐厅 离机场也很近 离很多 不同的shopping center都很近 小区里面的公共设施也很多 只是没有了single family 那种院子要管啦 等等等等的 就是专门想要 不要打理自己户外的事情 这么多的人 就值得考虑 再说一次 Stanley Zeng的预约面谈 并且是毫无压力的 这种personal的 face to face的appointment 是408-777-8900 408-777-8900 那我们再往南走 谈到South Bay了 South Bay 95136 也是一个很popular的地区 是 南湾这个计划就比较多了 那我现在挑出几个 值得介绍的 一个在San Jose 它是在Central San Jose的中心 它也不是太南边 95136 它的三个bedroom的townhouse 1800尺 现在卖79万2起价 离工作地点 算是比较近一点的 当然不是San Jose Central Sanleyville Mountain View 那边是天价 这边往南走一点的话 价钱就便宜很多了 你看三个bedroom的townhouse 1800尺 才79万 如果说到了South Bay 北边的话 都要85万了 更可负担了 是 它有一个设计 是两层楼的 它的里面看起来 比较宽敞一点 不像一般三层楼 比较急一点 而且爬上爬下 这个它值得考虑 是因为它在一个 Master Plant Community 我们以前提过很多次 这个是大片计划开发的 这种 这个也是有大片计划开发的unit 它会有shopping 它有公园 甚至有购物 有购物 还有一个新的学校 所以有些人他说 这个我不晓得 它将来是会发展成 什么样的情况 过去成功的例子 拿出来就比较 心里就有个底了 在Sanacar有个地方 叫做River Mark 现在越来越有名了 River Mark 原来就是这种情形 大片开发的 以前是一大片荒地 是 都是工业区 那边也是建了South Bay 建了Shopping 建了Restaurant 然后建了一个小学 最近这两年价格是疯涨 同样这个情况 照我过去的经验 大片开发的地区 将来全部建满了以后 过了几年 这个环境整齐了 它价位一定会增值的 所以这是值得考虑的 因为它大片开发的关系 所以现在应该要 take the advantages of 它是新房子价钱还少 因为它的学校 公共设施都还没盖 没错 所以有远见的是什么 适合这种年轻的夫妇 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小孩 准备要生 或者小孩才一岁两岁 现在还不需要上学的 这个可以考虑 然后我们现在 既然都是在南湾 然后我们就用 游地区号来分别吧 讲完了95136 现在进入到95125 先讲这个 大概是什么地点 地理位置 95125 也算是Central San Jose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 归了一层Villow Glen 好地方呀 对Villow Glen 在 San Jose 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280 在280南边 在Central San Jose 它有一个特殊的特色 Villow Glen 有好几条街 它里面的建筑方式 都比较像东部有些地区 看起来很古典 很雅致 那是因为 他们那个时候 盖的房子是老房子 虽然说是老房子 可是它盖的四样 都比较特殊一点 所以感觉不一样 那Villow Glen 现在变成说 美国人很喜欢住 那现在有一小快递建商找到了 建了25套 Town House 不是很大的这个计划 两个睡房到四个睡房 1500尺到1900尺 我要那个1900尺的 Villow Glen 因为地不多了 大部分是新房子是什么 都是以前老房子 打掉重建 一栋一栋的这种Single House 可是那种建起来 就是200多万的了 这个Town House 现在价钱非常合理 从69万到79万 两睡房到四个睡房 1500尺到1900尺 原因是 它现在没有modelhome可以看 就是看蓝图就买了 它会不会盖 它也不会盖 会盖 可是很盖好的时候 已经大概已经卖完了 我的意思是说 它不等到modelhome盖好 才开始卖 它现在已经先开始卖了 因为它知道这个地点好 有兴趣的人很多 这个就要排队了 或者要抽签了 还有非常接近 Downtown San Jose Downtown Campbell 所以这个算是 比较方便的地方了 上班其实也不是太远 好 非常清楚了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到Campbell Campbell大家都知道 它的Zip Code是95008 是 Campbell现在已经 没有太多新屋了 过去这几年 大概只有两三个 新的计划出来 大部分Campbell都是95008 这个计划是Town House 三到四个睡房的 1500尺到2100尺 所以是很典型的 Town House设计 它的价位呢 是90万到100万左右 起价 特点是走路可以到Downtown Downtown Campbell 最近周五年发展得非常快 是吗 好久没去了 是 你可以去看看 那边现在增加了很多 不同的店铺 还有餐馆 很多不同的餐厅 比如说有一家披萨 是最好吃的 是 那边现在 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晚上 甚至于week day的晚上 都非常热闹 你还有闲听 一去晚上跑去 有的时候会经过 有的时候经过 看到 这跟以前 看过的当场 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 Campbell也变成 新以人的地方了 因为以前 住不起Los Gattles 他住在Campbell 在旁边 Stanley这个介绍真好 不但让我们知道房子 还有周边 还有城市发展的情况 也一并了解了 那他的地点呢 很接近Ebay Ebay在Campbell 跟Sanley的交界 在Pamilton Bascom那边 有一个很大的Campus 所以如果说 在Ebay那边工作的人 其实这是一个 很理想的 适合居住的地方 因为很近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Mountain View 三景城 94043 三景城 其实最近 有几个计划 推出来 那这个比较特殊呢 是因为它有 Single House 绝大部分 现在推出来 三景城的 都是Town House 因为地太贵了 Single House呢 其实它总共只有22户 所以一定会很抢手 四个睡房的 2200尺 它另外嘛 里面还有 15栋三个睡房的Town House 比较小一点 1500尺 它的Single House 设计是传统两层楼 这个已经现在不容易了 是 很多街上 现在建Single House 都是建三层楼 大概是在哪一块地方 94043 94043是在哪里 我们Studio就是 94043呢 对 不远 94043是在哪里 是在Central Expressway 北边 所以离Google的 另外一个campus很近 Google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是在Shawline以北 可是它在 Wisman Area 也有一个很大的campus Wisman就是我们的路啊 是 有两个很大的campus 离这个campus很近 哇 OK 在这边 我好像一定要站到这里来 在Google Wisman Area工作人 那只是很适合的 哎呦 对对对 它只要到Google 里面就放个notice 那当然 不只是Google了 这边有很多的 很高科技的公司 OK 好 让我们move到 更南边一点的 Morgan Hill了 Morgan Hill 很多人觉得太远了 可是对有些人来讲 其实是适合的 是什么呢 它就要那个味道 对 它想要有大一点的房子 大一点的院子 它可以坐火车 或者shuttle bus 有些公司 Google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是Apple 他们都有shuttle bus 到Morgan Hill了 上班的方式是 可以坐火车 Kaltrain 或者坐bus 那这个地点就方便了 95037的Zipco 这个计划呢 它有single house 也有townhouse 特点是什么 它的single house 虽然说是传统两层楼 townhouse也是传统两层楼的 这个现在 这个现在很少很少见到 townhouse这两层楼 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设计了 对 现在因为地贵 可是 现在都是盖三四层的 是 那这个两层楼 就是传统 single family的 single house 它的设计 独院独栋设计呢 只是它墙是连起来 Garage 车库在一楼 客厅 饭厅 厨房也在一楼 二楼才是睡房 这个在我现在看到 是很少很少见的情况了 它的设计呢 从1500次到2400次 大的就很近了 价钱现在还没有推出来 也是还没推出 是 可是即将要推出来了 那我们就静候这个消息 请致电4087778900 现在还没有定价的房子 价钱一出来 Stanley就会让您知道了 那还有在东湾的 这块大的地方 有没有一些project 是值得在今天告诉我们的呢 东湾我们上次介绍过 在Fremont New World 在Hayward都有 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 那今天我介绍一个 很比较特殊一点的 这个是适合投资人 现在很多投资人 要找值得投资的房子 不容易 是 这个在St.Liandro St.Liandro已经很久没有新房子 当然这不是全新的 它是condo conversion 把旧的apartment改过来 可是价位特别适合 它离880不远 在西边算是比较好的区 两到三个睡房 840尺是两个睡房的 价位从35万到39万 三房的是1180尺 39万到43万 现在在湾区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30多万的房子 没有地方找得到 30几万的房子 St.Liandro 适合投资物业 今天时间已到 我们非常感谢St.Li 听众朋友们 如果对于任何 这个湾区新房的藏宝图 想要继续明白的话 都请致电 St.Li征 408-777-8900 408-777-8900 感谢你St.Li 我们下个月再见 听众朋友 我们上半场的节目 到此结束 接着进段广告 回来以后访问 财经顾问 Helen Ho小姐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个人退休账户 是延税大本营 先替你薪水收入延税 投资股票也延税 投资房地产和其他 也可以延税吗 请参加 Monica Young 10月15号 星期六上午举办的延税投资奖座 让你加大投资力度 创造财富 作为有限 请早报名 请到greiclub.com登记 或支点408-823-9780 408-823-9780查询 股市短跑靠技巧 避险货币靠功夫 教我学会快很准 高手名师 佼佼者 百乐金融 Daniel Wu 入行28年 金属股票提货及货币提货 10月15号 举办股市操作速成单 不是不知道 一事变尖叫 手把手教你看足技巧 准确判断趋势 短时间内 大幅提升炒股功力 前90分钟离场 报名费退还 作为有限 咨询及报名 请示点415-939-6838 415-939-6838 网址www.pairlending.com Foreger 一个崭新的投资机会 及餐饮 娱乐 及地方文化 为一体的综合体 令您耳目一新 找到下一个投资亮点 资深房地产经济董燕杰 介绍高端买家的心态 趋势的改变 及本地卖家该注意的事项 Princess Sarah Studio的Sarah 不但介绍 美上加美的新娘妆 更有丈母娘及婆婆的喜艳妆容 请于10月15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Forenet成立29年以来 已经成功地为无数人士 加盟连锁小商业 Forenet代理全美200多家 各行各业的连锁公司 您想创业自己做老板 经营自己的生意吗 请联络连锁业专家Lee AIM 预约免费一对一面谈 才会根据您个人的情况 为您找到适合的连锁公司 请致电VM 650-660-7837 650-660-7837 美股新手堂 美股入门的第一堂课 跟着中文投资网赚尽理财 一桶金 能任何时代如何赚钱 怎样投资 才能身材有道 因人不好 担心措施美股机会吗 您的问题都能在中文投资网找到答案 美股市场开户 分析交易 一条龙教学 全方位指导 一切 尽在中文投资网 美股入门课程 您报名了吗 报名热线 1800-958-8561 官方网址 ChineseFM.com 或添加微信 中文王2016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On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佳音理财将为听众朋友 举办一场精彩绝伦的讲座 摇钱术与印钞机 听众朋友想要知道 如何种一棵茂盛的摇钱树 日日月月结果 岁岁年年收成 直到永远 或是家里面有一台印钞机 需要用钱的时候 可直接相机器拿 您为孩子大学的教育资金而烦恼吗 您为股市每日上下而忧虑不安吗 您为自己退休做准备了吗 您为将来医疗费用而感觉愁苦吗 这一次讲座中 佳音将与您分享如何以免税的方式 税税年年享受到这份资金 从此不再为钱担忧 剖开理财中的奥秘 告诉您积存资金的方法 让雪球越滚越大 一台印钞机或者一棵摇钱树 将为您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仍需由您起而行 种下摇钱树的种子 或是开始制作生命中的印钞机 让佳音理财为您的人生理财计划 再创佳机 这个星期天下午10月16日2点 于佳音理财办公室 国语免费讲座为您解忧 帮您解答所有疑难杂症 报名专线408-839-8596 408-839-8596 email报名lilyegolily.com 作为有限务必报名 同业的请务报名 佳音理财免费国语讲座 如何将财富留给子女而免付税 10月16日星期日下午20 于Santa Clara佳音理财办公室 作为有限务必报名 电话408-839-8596 408-839-8596 或emaillilyegolily.com 本讲座同业请勿参加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现在我们访问的嘉宾 她是资深的财务顾问 侯秀婷Helen Ho Helen你好 Helen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2号 在今年的Open Enrollment Period 是从10月15号开始 那这个是讲Medical Insurance来说 那这个到底包括哪一些范围 适用于哪一些人 什么人听到今天的访谈 直接受力 其实每个人都受益 为什么呢 Medical Insurance呢 现在奥巴马却这个改革是非常的好了 不管是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身体好还是不好多糟糕 都是一定能买得到保险 这个真是奥巴马做了一件最大最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每一个华人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保险 健康保险放在首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上 有时候不是你生病 而是你出现了一个特别状况 那我最近收到的电话里边 都好几个都是特别状况导致的 都是跟Medical Insurance有关的 全是跟Medical Insurance 所以呢 我说正好这个时间也非常好 要赶上展的Open Enrollment 就是每年有那么一段时间是Open的 然后从明年的1月1号生效的这种 那么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忙 因为每个人都要去把他的医生人 再renew一下呀 再看看呀 怎么的 那么我们 所以Helen 这个Open Enrollment Apply到Individual 就是ObamaCare Health Insurance 包括ObamaCare的计划 也包括自己的 也包括自己的 个人任何计划都包括 还有就是包括齐英的 也是这个时候 做Medicare 这个也是 对对对 在这一段时间 要做调整 就是这段时间调整 没错 那今天Helen要仔细跟我们讲讲了 是这样子 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日子 就是从10月15号 到今年的12月7号 就是比较短 对呀 就觉得好像今年短了点 以前是12月30号 对 今年它弄到12月7号 Hopefully还会给我们加长 延长 希望是这样 但是大家记住 就是在10月15号之后 到12月7号之前 你一定要开始申请明年的计划了 就是明年1月1号生效的计划 你不管用的是奥巴马care 比如Covered California的那种计划也好 就是说有一些补助 当然你的收入必须在那个range之内 你是单身的要多少钱之上 多少钱之下 要符合 你要是付期的话 有一个小孩 还有两个小孩 三个小孩 他都是有规定的 那个收入的话呢 其实在covered california.com 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 这个我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必须在那个收入之上和收入之下 你能拿到奥巴马care的credit 但是在那个之下的话 对不起 你只能申请白卡 就是medical白卡 那就申请covered california 是不通过的 如果是超过了那个收入的额外的 你更高的话 你这两项都不行 你就申请一个一般的计划就行 一般的话也有很多选择 当然 什么之类的 其实奥巴马care的也是有很多选择 也有plantum白金计划 然后下一档就是金计划 然后就是白银计划 然后就是铜计划 这个只是说你能不能拿到 那个奥巴马的那个补助而已了 那拿不到补助的话 没关系 你就买个全额的嘛 好就好在underwriting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申请 然后就能都能通过嘛 所以说呢 各种各种选择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个insurance agent 来帮助我们了解 选择的到底有没有对 有没有错 当然 虽然现在在网站上面都可以申请 但是如果您是选择网站上面申请 他有个地方可以check agent 您也是可以把agent的名字放进去 比如说您相信侯秀琴 那你们就填Helen Ho就可以了 对 没错 最主要是有个agent的好处 就是说 你有什么状况 不知道怎么理赔啊 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络了 或者有什么计划 你申请的是这个 他给你弄错了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你要去丢的话 那个电话要打的forever的 打仪两个小时很正常的 那一般的人就不知道 并且我们华人很多 英文不好 那你英文不好的情况下 你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有个agent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权利 去代表你去跟他联络了 这是最最有利的 而作为你的agent 我们也不赚多少钱 说起实在话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有这个需求 就是尽力而为帮你 因为那个阶段就是 在medical insurance的申请上面 其实insurance agent赚的钱 是很少的 主要的就是说 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Helen Ho愿意来帮您的忙 讲到这个地方 先让我把Helen的电话号码 告诉大家 650-678-0718 650-678-0718 您如果是喜欢 习惯写email的话 Helen的email地址是 Helen at wholefinancialfinancial.com 是的 我想举几个例子 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力 最近我收到的电话 都是好朋友 或者是最近认识几年 就是变成我客人的人 或者很早以前有联络 我想要买一些保险什么的 都纷纷打来电话 大多都是accident发生的 比如说意外的 那有的是身体状况 有的是根本就是意外发生的 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他的父母亲刚刚移民过来 那么他呢 就是没有舍得花这个钱 给他买 谁知道爸爸妈妈刚来没多久 然后爸爸呢 就有点那个心梗的感觉 就是心脏有状况 那还不至于说了不得那样 就是说赶快看看中医吧 因为没有保险嘛 中医反正自己掏药包 几十块钱 一百块钱就还掏得起嘛 也不敢去看emergency 那结果呢 没想到父亲被treat了一次 第二天早上 他觉得自己好脸了 就去整理行李了 啪就刷了一下 这个头就撞到地上去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老人家就突然间就觉得 好难过好难过 这个女儿就吓到了 就说那怎么办呢 各方面都吓到了 那这个老先生他没有保险 他没有保险 那是怎么办 所以呢 作为出于爱心 我就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帮你买一个临时 再补一个那个travel insurance 可以travel insurance呢 我今天申请最快 明天可以生效 可是呢 travel insurance 得到的那个benefit 和你的那个regular insurance 达到benefit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各有前求 但是呢 就是travel insurance 你介绍的是便宜一点嘛 那就regular insurance 会比较贵一点 但是它的benefit 更好一点 for那个ongoing treatment 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claim上面就没有issue嘛 对 所以呢 这是一个case 第二个case呢 就是完完全全 全家人父母来了 然后就高高兴兴 去地区 转圈了 去玩去了 周末 好了 老妈摔了一脚 就不是什么东西 稍微拌了一下 脚这个膝盖 呼咚就跪在那了 那你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 他不是我们二三十岁 四五十岁 已经跪一下 没问题 对吧 女儿就特紧张 就开始给我联络 我周末一般我很忙嘛 因为孩子也比较小 事比较多 我到晚上睡觉了 才发现 哎 有个message 有个message 急事要找我 可是那时候已经快midnight了 我说那你明天早上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告诉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怎么办 regular insurance 是绝对不可以的 即使你这个open enrollment period 你过去了 我们还是有可能跟你买得到 regular insurance medical的 但是呢 你要给我们时间 因为我们一定要 这个月的15号之前来申请 才能拿到下个月1号来开始的计划 那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月的15号 我们最快只能买下下个月的 一号生效的计划 那你说现在10月份吧 假如10月15号之前你来申请 我可以给你买得到 11月1号生效的 那你10月15号之后再联系 我们对不起 就12月1号生效了 Okay next month the first day of next month 对就following month这样子 所以呢 就说你买保险 不是你想买的时候就可以买的 哎呀 对一定要先有计划的去做这样 并且每个人都不觉得这种事会发生 可是它明明就在发生 还有一个小年轻 是个大学生 大二不是大三 打篮球给崴了脚了 天天要去看therapist physical therapist 那还没看中医呢 对不对 我就说这种东西就完全都属于意外 有的时候啊 你买了保险它就不出事 对 你没买保险它就偏偏出事 所以呢 就不要造运气 我就说真的不要造运气 永远花这个钱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家 从外国到这来看儿子看女儿 你说这不花一年本钱买个保险啊 对 还真不放心 所以他一出了事 你不要说他自己难受 儿女也紧张的不得了 又担心他们的身体 然后担心庞大的医药费怎么办 对 还有一个是两三个月前发生的事 也是一个好朋友 她是我的group的client 她是个CEO来着 这个女的很孝敬 就是公公婆婆来了 然后呢 婆婆有状况 然后人家家也比较有钱啊 相对 就去emergency了 emergency去完才给我联络了 他看了 我们去emergency了 不知道这个账单会有多大 但是呢 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宝贝 你emergency都过去了 你找我 我还能干嘛 我可以有那个本领 跟你起死回生吗 就说能够reverse 我不可以reverse 我只能prevent the future 对不对 我说那样子吧 先给老人家买一个 travel insurance starting tomorrow 他就马上 像这种Case都是马上就买的 可是亡羊补牢 又未完毅啊 但是呢 你以前发生过的丢失的羊 你就早不回来了嘛 所以说这一家Case呢 就是一下子呢 花了好几千块钱 就这个emergency 就emergency 去了一次 就去了一次 花了好几千 我说其实你那个好几千 还算是很开N的了 跟你要一万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说你那样吧 你去跟他们讲 能不能给你discount一下呀 然后就求人家帮帮忙啊 因为老人家也没钱啊 什么就装可怜就对了 真的是 拿到了一些discount的 到最后可能两三千块钱吧 settle了 他们已经很happy了 因为原本的账单 交易一万的 同时也买了一个travel 同时马上补了一个 就是starting tomorrow 就是说travel insurance 最快必须是明天才生效 不可能再go back的 所以我们知道travel insurance的 waiting period还蛮短的 但是可以怎么买法呢 是一定要买多久的呢 那看你情况 就是看这个人会在那待一 都可以多久 都可以 买个一个月 三天两天 五天一个月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种travelers保险 就是要买 是的 保大保一万嘛 对吧 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说 它毕竟比一般的保险便宜嘛 然后又保个心安 对吧 好的 好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个保险的问题 是关于medical方面的 尤其现在已经到了10月15号 open enrollment period 再过三天就要开始实情了 大家不管是自己的保险 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家来探访自己的 或将要来探访的话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650-678-0718 这个电话号码呢 希望大家记住 电邮是Helen at Ho Financial.com 因为这个事情呢 就是要未雨绸缪 是的 不怕一万 真的是怕万一 所以我们在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以后 还要有重点性的提示 然后讲另外两个观念 不要走开 马上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器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驾谈详情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定有实务训练 上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银的房子 并免费Stage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二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股市短跑靠技巧 利险获利靠工夫 教我学会快很准 高属民师 嚼嚼者 百乐金融 Daniel Wu 入行28年 金属股票提货 及货币提货 10月15号 举办股市操作速成班 不是货知道 仪式变尖叫 手把手教你看 无技巧 准确判断趋势 短时间内 大幅提升炒股功力 前90分钟离场 报名费退还 周围有限 咨询及报名 请指点 415-939-6838 415-939-6838 网坡市 www.hairlanding.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Max Rio Cupertino 汇聚湾区房地产贷款精英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快速便捷 互助文化 专业诚信 地产贷款并用 欲满湾区 强大的Mone Processor 帮您解决贷款问题 最佳的Manager 带您走向成功之路 加入Max Rio 您信心的保证 请指点 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本单元由百乐金融 Daniel Wu赞助播出 于10月15号开班 交受成功股票 操作法则 查询及报名 请指点415 9396838 9396838 董燕杰房地产经济 硅谷从业14年 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史坦福大学校友 现有Hillsboro山上 新建豪宅 五房六域6500尺 现代豪华设计 精工建造 必有32英亩 开价750万 请指点 650-867-1248 867-1248 董燕杰 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电话和微信 650-867-1248 DRE Number 01377-923 好消息 好消息 房贷利率又降了 Conforming loan到 41万730年固定 3.25 15年固定 2.5 从5年固定 2.5 江波Conforming 也同样很低 来寻找资深贷款 专家张力 张力 便于清华大学金融等科 经营贷链 稳重可靠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leesleegangcorp.com leesleeghangcorp.com Helen Ho是一位 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 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际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炸弹详情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Helen你好 泽伦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不要因为说 Open Enrollment Period 是10月15号 难道其他的日子 不能做吗 还是可以做的 是的 随时都可以做的 对 Open Enrollment 主要是Apply for 明年1月1号生肖的计划 是 当然如果是这个人 来的美国比较晚 不是在1月1号来了 或者他们家有工作上的变动 比如夫妻间 突然有一个人换了工作了 或者是他们家 有个新生孩子了 或者他们家去 收养了一个孩子 或者父母亲 从外边过来了 或者新移民过来了 或者是来到这边 长期暂期性的定居了 还有很多 根本就没有身份的人 来这里生孩子了 或者是就是来着 居住几个月 这种都属于 change的event的话 我们是anytime of the year 什么时候都可以 帮您申请的 但是呢 一定要记住 每个月的15号之前 才能给你申请 下个月月初的生效 如果您错过了 这个月的15号 那你只能从 下下个月的1号申请 明白 就是开始生效 一定要plan ahead 不可以说 我已经发生了 我再来找你 所以这种可能性 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 Helen 其实在一般的人群中 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very efficient 听到有必要 他就马上去做 实战三分之一 已经很高的鼓速了 那也有的人呢 是听了 但是没有马上做 那有的是说 到了时候我就做 我觉得我是属于这一种的 最怕的就是 都不做 等到出事了以后 后悔莫及 对对对 像我说的那个 最好的朋友 就是他没办法 他就又陪着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送回家去了 这不是才走了 一个多星期吗 那一到了中国 就开始住院 到现在还在住院呢 你看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你不希望 把你的工作和生活 完全放在一个 lucky不lucky的 这个事上 来影响你所有的生活 和工作的 只要有了好的planning 好的计划 就没有所谓的 不lucky了 就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一般是不花 这么多时间在 medical insurance上面 你知道的 这个纯粹是 帮助朋友的忙 对 最主要我越来越觉得 越多的人 根本就不做到 这最basic的保险 你说你financial planning 再高级 你连这basic的生活的 这个保障 你都不去想 你其他的财产 都属于空盘 对对吧 所以你建房子 你没有好的地基 你的房子能行吗 健康是最基础的 对对对 Helen在上个月的节目中 曾经提到了一个REIT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接近节目尾声 所以没有深谈 但是我觉得这个 public traded read 还是值得我们听众朋友 来深度了解的 是的 这个的话呢 它比较特别 它属于public traded 和private traded 中间的那一种 它呢 有public traded的一个feature 也有private的feature 怎么说呢 它呢 把private的rate 和public traded的rate 囊括在一块了 它呢 就是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 任何一个investor 你过来了 你说我就要在这个投资 为什么你要投资 首先咱们的了解 它为什么 值得你去考核 第一呢 它就是比较 以收入追问的 income income追问 它那个追问的呢 根据他们的record来讲 so far performance 非常的稳定 一般就是在5到6%一年 这是他们的target 他们说我们要求不高 就是要5到6的target for dividend 那么同时呢 它在让你的 有一个增值的空间 差不多 is another 2 to 4% 这是他们整个 整个投下去的capital 对 它的理念就是说 我保证你的dividend 有bottom line 然后呢 我再给你的appreciation 的potential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客人就会 overall拿到 9 10 11 12 这样子 他们就觉得 对得起客人了 然后它有个好处的 就是说 每一个quarter可以卖 像public trading rate 是everyday都可以卖的 对吧 而它这个是 everyday可以做 可是呢 他们的fond manager呢 给你抓了一个 limitation 说我可以天天trading 但是你作为customer 我不想让你天天trading 太繁琐了 因为我们aiming for long term投资 不是short term投资 所以它吸引的客人群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不要那么啰唆 天天trading 因为他作为fond manager 他能给你把好关 天天给你干买的 干卖的 他给你做就行了 不要你客人天天去指挥 他说 我要买 我要买 这样子 这个REIT 他投资的东西是什么 很好 他投资的呢 有将近30%是哪用private real estate equity 就是不太treatable的private owned real estate equity 他等于是差不多有19个holding左右 差不多about 30%在那个部分 然后又有36个percent呢 所以在global traded的那种rate 还有个呢 就是35%左右是放在real estate的那个credit 就是跟那creative credit loan啊什么的 regarding real estate方面的 它等于是一个combination 它combination of everything 同时呢 它有很多东西是根本你作为investor 作为你和我单独的investor 你是不能做到的 所以只有能很大很大institutional的investor 这个单次好吗 这个公司不错 拆证record很好 所以它是high rank 里面的management都没有什么law数了 没有没有 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他们很clean 那怎么卖法呢 就很简单 就是一千块钱而已 一两千块钱而已 所以说所有的听众朋友 其实都可以afford去做这样的事情 并且的话呢 我上次也说了 Mark现在在record high的时候 那record high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希望它更high 但是呢 你同时也要做一点点调整 就是万一 它有固定收入 对 它有固定收入 但是它百分之百的dividend 都是taxable的 你可以reinvest as well 你可以再把它同心reinvest 就不用taxable OK 它有没有redemption的一个rule 它有嘛 就是every quarter can redempt every quarter OK 它不像private的那种 你没有机会去redempt 三年 就不可以 通常是三年了 但是也有的更长 就是看 因为也要看 这个redemption是可以拿回来百分之百吗 当然了 因为是treadable 对 treadable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先买了 结果了 三 months from now 到用钱 它提前会announce a range好 这个月的哪天哪天哪天 这四天 可以做这个redemption 就是可以sell or you're holding 10% 我觉得很redempt 因为我个人呢 喜欢private的red 但是我总不喜欢 我没有control 就是说我不可以想卖的时候卖 我非得等那家公司的red reed to go public了 或者是给我机会 我才有可能去卖 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喜欢flexibility 好 那hellen如果说对这个red有兴趣的话 也会考虑到买了这个red的exit的strategy 是什么最好 就是说你可以hold长期 你可以长期 也可以test out 什么都没有additional fee 什么都没有嘛 所以就是说 你就像买了一个regular mutual fund的感觉 但是呢 你不是everyday都让你卖 只是每年有那么四天可以让你卖而已 所以在现在股票的指数 都是在高点的时候 考虑这个是 又能够pick up the upside 然后又能够防止这个市场 如果受到下跌的影响 然后又有稳定的income 对 预知更多about这个red的话 请指令hellen猴 650-678-0718 650-678-0718 hellen的email是hellenatwholefinancial.com 另外还有一个annuity也是不错的 跟现在的利息啦 环境啦都很favorable的 对对对 年金的话呢 当然有两大类嘛 第一个就是fixed annuity 它包括fixed annuity和index annuity 两种都属于fixed category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variable annuity 它适合的人群不太一样 对我来讲呢 fixed annuity呢 就包括前面就两个产品嘛 index annuity或者是fixed annuity itself 这两个产品我觉得适合老人家 如果我说的老人家 就属于70岁以上的那种老人家 我觉得最适合他们人群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always spend这个money了 然后他就进来 因为现在market interest很低嘛 那这两个产品都是跟index和那个interest 同时挂割的 那你interest比较低的情况下 其实不太好 可是作为年长的人呢 他就是需要这个security 就是说make sure我有涨 比bank高就行 他就很happy 并且有个别的会有bonus什么的 就还不错 可是对于70岁以下的人 或者是说60多了都70多了 我还得上班的人 那你就可以考虑variable annuity 为什么呢 因为verbal annuity它有通常都有个feature 叫income guarantee的feature 它会保证你的principle呢 每年就要涨个五啊六啊七个percent 对 就用这个作为你的future的base 去乘以你future 要拿出来钱的时间呢 给你得出来一个percentage for lifetime 就是说假设 我今天是50岁了 那我policy我就放在那 一直让他急啊急 那我每年拿70%或者60% 让他这么virtually在那涨的同时 我的real balance floating day by day 那么我的real balance和我那个virtual balance 谁高 那就变成我的feature lock in的base 好棒啊 所以你就是两个挑个高的嘛 每年都有挑个高的机会 那你这样子的话呢 你bottom line 你每年涨了你principle的七个percent 虽然不是compounding interest 但是simple的 也很不错啊 70%的 然后marking要是outperformable的70%的话 我就lock in八个十个十二个 看你啊 就是看那个performance overall嘛 所以呢 我个人都有在这个产品里 我当然都有买 我买personal 那就是说 这种的话呢 你bottom line有在增长的空间很大 同时呢 risk也不是很大 并且这一部分 你还是养老用的嘛 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放在这里 在哈勒的最初生活一定非常的富足 非常的快乐 我一定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向哈勒学习 所以人家都很怕老 我真的很look forward 变老 我老跟别人说 我说你等着看 我老的生活 我很自在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今天哈勒基本上 跟大家讲了三个概念 一个就是关于健康保险 traveler的insurance 不得不买 另外呢 就是REIT 非常flexible 还有固定的income 并且呢 也是可以每个quarter进出的 另外的就是一个年金 关于这三个产品 连同其他的理财的重要的事项 请大家联络 Helen猴 650-678-0718 650-678-0718 或者是致电邮 给Helen atwholefinancial.com 谢谢你 好的 谢谢周乐 谢谢各位听众 大家好 听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感谢您 就在此跟您说一声晚安 再见了 明天晚上七点钟再见 拜拜 好的 下次再会了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出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明天晚上七点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